我劝你失去走开 他现在正在跟我接受的 宝宝公司负责人签约 辛苦了 你别白费劲了 你的提案我会以负 康浩宇 所以我还以为你是发自内心的人 我连最起码的知情权都没有是吗 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萱萱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在说什么 你早就安排好一切了吧 把人高高地捧起 再重重地摔下 都是你的乐趣是吧 虚情假意自私自利 完全不顾他人感受 就是用来形容你这种人的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是吧 那倒不是吗 那你刚刚签的什么合同 不是 你看着我 我笑我忙前忙后 最后蹭了案成为一堆废纸 你把我的尊严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让你很有成就感是吗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承诺 我再也不会信你 宋总 齐小姐怎么走了 这份个人协议还没有给他 这怎么了 浩宇 我给你接上了这么好的广告公司 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你是故意安排 今天让广告商过来的吧 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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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会的股东表局马上开始了 其他的几位股东都到了 他们一直在催 我们迟到的话会很麻烦 要不 你还是去一下吧 走吧 小妹 小妹 老师好 老师再见 宝贝再见 小妹 宝贝再见 我的鸡车鸟尸 学学 今天妈妈呢有事情要忙 所以接不了你了 干妈护送你回家 然后干妈陪你在家里一起等妈妈回来 好不好 好 嗯 萱萱真乖 等萱萱上了大班 生了干妈的班里 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萱萱要好好吃饭了 喂 能听见吗 黎兴老师 黎兴老师 您在上周六晚鱼酒店 5888 放箭丢失的机车钥匙 给美美兔扔一下 闭嘴吧 让我死 鱼酒店 5888 放箭丢失的机车钥匙 你大姨 大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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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我是不是你 我 我 我知道错了 怎么那么大劲 你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 你跑到我上班地方胡云乐与 让我不好过 你也别人叔叔出去 我告诉你啊 今天不管鱼死不死 网一定破 硬要说是鱼的话 你也肯定是条电案 说凶就凶 那天咱们还很有feel的 你说只要在我身边 一切都很美好 结果呢 把我一个人扔在房间里了 那天的事 你都记得是吧 你今天这个发卡吧 没有那天那个小啾啾可爱 只可惜 不能碾口 没说完呢 你是谁啊你 我不认识你 走开 小便慢 可爱